欢迎回来看国际新闻 中国进入酷暑 南方出现新一轮暴风雨 福建顺昌县多个地区暴雨成灾 多个乡镇大量房屋受损倒塌 一些路段完全中断 当地3500人被迫紧急疏散 截至目前至少200户民宅被洪水摧毁 7月天酷暑 中国福建暴雨成灾 顺昌县一夜间沦为水乡泽国 小镇浸泡在泥岭水中 垃圾随处漂流 百姓努力建立的生计 全都富之东流 救援人员划着小竹艇到灾区救人 情况相当严重 截至目前已经有13000人受影响 至少3500人被疏散 200户民宅被波及 7座桥被彻底冲垮 洪水来袭 还有2万户民宅断水断电 平时热闹的商店街 在洪水过境后 遍地都是泥岭和垃圾 商店内的家具和财物全都报销 现在目前针对这个没有水喝的 我们给它赠送矿泉水 赠送这个面包 还有方便面 先紧急度过这两天 这个带这个道路修通后 这个恢复生产以后 这个供水跟这个粮食都会得到保障 中央气象局警告 暴雨还会持续几天 当地政府部门已经动员最大人力投入救灾 暂时没有伤亡报告 马新舍新闻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